这个全身长满霉菌的玩意 其实就是世界上最贵且最臭的奶酪 俗称蓝纹奶酪 其散发的臭味 就像三天没洗的臭袜子与飞鱼罐头混合搅拌 但是喜欢它的人却对它爱不释手 制作它会用到这种斯蒂尔钝产的羊奶 工人会往羊奶中加入凝乳剂与青霉菌 待羊奶凝结之后 就能使用钢丝刀片 将羊奶切碎分离出羊奶中的脂肪 经过12小时的静止 脂肪就会随着液体流出 紧接着工人会将剩余的凝乳放进搅碎机 将凝固的羊奶搅碎并放入适量的食用盐 这个食用盐的比例是公司的机密 决定了之后奶酪的口感 之后这些羊奶就会被放进奶酪桶 奶酪桶不仅能够让奶酪定型 还能进一步将多余的脂肪与水分排出 经过120小时的放置后 奶酪就会定型 此时需要工人利用小刀轻轻摩擦奶酪表面 这样表面的孔洞就会被遮住 使霉菌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这也是蓝纹奶酪制作的一个重要环境 下一步这些奶酪就会被放进发酵室 工人需要每天对奶酪进行翻转 直至奶酪表面布满霉菌 此时工人会将奶酪放进布满钻孔的转盘之上 钻好孔洞的奶酪 能让奶酪中的霉菌更好的生长 在这个发酵室中需要将奶酪放置几个甚至十几个月 直至青霉菌布满奶酪的每个角落 也就说明奶酪已经制作完成 最后再对奶酪进行打包 就能供人们使用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